深层解读真空的本质 里面蕴含的奥秘将彻底颠覆我们的宇宙观 宇宙充满了物质和能量 在宇宙间放眼望去的一片广袤和虚无空间里 每一立方米就含有一个氢分子 更不用说其他密密麻麻的粒子还有电磁辐射了 它们沿着每一条既定轨道穿过星球、星系、黑洞 甚至还有大爆炸时期遗留下的辐射 自然界似乎很讨厌真空的存在 也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真空的形成 所以问题来了 真正的虚空到底存不存在呢? 这并不是一种思想实验 虚无空间也就是真空 用处特别大 在我们家里大多真空吸尘器的作用原理 就是用风扇制造出一个相对真空的低压区 然后吸入物质以填补那块真空 但是那距离真空还差得太远 因为四周还有许多的灰尘 商品制造商依赖更彻底更密封的真空技术 来达到生产各类产品的目的 包括能持久保鲜的真空包装食品的技术 还有以前在灯泡里制造真空 以防灯丝老化的技术 这些真空的制作技术和真空吸尘器的原理如出一辙 都是利用大功率的泵产生足够的吸力 来尽可能多地驱离游离的物质原子 然而即便是最完善的工业流程 也会在每一立方厘米空间中滞留数百万物质原子 对于实验中科学家所制造的真空 不算是真的真空 像大型强子对撞机加速器这类装置 粒子数以接近光速在装置中传播 可以不与任何原子相撞 飞行长达十个小时 那么科学家又是如何制造这样的真空的呢 对撞机的管道是由不锈钢这样的材料组成 本身不释放任何分子 并且在内衬覆盖着特殊的涂层来吸收游离气体 将温度升高到200摄氏度 蒸发完水分 在对撞机高敏感的实验中 许多真空泵会用两周时间 将管道中大量气体和残留物抽出 但即便这么做 对撞机也不算是完美的真空 在最真空的区域 每立方厘米还残留着约十万粒子 但即使假设在对撞机这样的实验室中 某种程度上可以清除所有的原子 在我们的周围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辐射 这些辐射能视若无误地穿越墙壁 每一秒都有大爆炸直接残留下来的 一千万个中微子 宇宙波背景发出的三千万个光子 以及太阳发出的三百万亿个中微子 穿过你我的身体 我们可以用物质来屏蔽真空室 可以用水来吸收和反射辐射 但对中微子起不了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认为已经清除了所有原子 阻挡了所有辐射 那么这样的真空就是完全的真空了吗? 事实上远不是 所有的空间都被物理学家所称的量子场填充了 我们所认为的那些亚原子粒子 微电子光子以及其他类似物体 实际上都是在量子场里产生共鸣 然后扩散到整个宇宙 也就是因为有一条物理定律 叫做海森堡原理 这些领域从未停止波动 即使没有任何粒子来激起涟漪 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些最小的变动 被称为真空起伏或量子起伏 量子会短暂借用真空中的能量随机出现 然后瞬间消失 把能量还给真空 这意味着它们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因为爱因斯坦方程告诉我们 质量能量守恒 因此空间里每一个立方米的量子起伏 都有着大约与四个质子质量 差不多大小的能量 换句话说 在真空中看似空白的空间 其实也有微乎其微的分量 量子起伏存在于宇宙起始之初 在大爆炸后 随着宇宙的扩张 它们也被放大 然后不断延伸 直至形成宇宙 科学家称这些原始的量子起伏 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所有物质的起源 包括星系 整个宇宙的规模结构 星球和太阳系 它们同时也是现代物理学 一个大难题 因为根据目前的理论 在真空中的量子起伏 蕴含的能量 应该比我们所观测到的 要高120个数量级 揭开其中消失的能量的奥秘 也许会完全颠覆我们对物理和宇宙的认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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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r complet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